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央政府和内地有关各方面全力支援香港抗疫 目前 中央远港建设的方舱医院已有5个交付香港使用 日前 负责方舱医院管理和运作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从中央远港感受到血浓与水的感情 将以人为本管理好方舱医院 并对恶意抹黑国家对香港抗疫的支持 影响破坏特区政府抗疫工作的行为 修正执法 疫情爆发以来 保安局下降的纪律部队成为特区政府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之一 邓炳强表示 纪律部队在整体抗疫工作中全力以赴 除了保安局的抗疫特遣队 主要负责管理中央远舰的大型社区隔离设施外 纪律部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大量不同的工作 我们消防救护员 其实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每天有很多不同的伤病者 我们救护员的同事要将他们分流去不同的地方 让他们接受释切一些治疗 另外我们警督的同事 每天要做很多有关于维封的行动 也都要就着我们一些抗疫的法例 进行一些执法的工作 另外我们海关和入境的同事 也都就着我们是中央援助我们很多的物资 和很多抗疫人员帮他们收的时间 也都要做出一些人流物流方面的协助工作 邓炳强介绍 保安局主要负责隔离设施的管理和运作 中央远舰的五个社区隔离设施 目前的入住率达8成以上 最高达到9成 截至3月18日 清衣方舱医院入住率为85.4% 前新田购物城方舱医院入住率为86.8%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放舱医院入住率为75.4% 粉岭马士路放舱医院入住率为91.9% 洪水桥放舱医院入住率为87% 他表示保安局在管理过程中采用了社区式管理 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一方面就是入去那一刻已经开始了 因为以往有些人都认为 可能要等很久排很久队 车就有很多驾驶才进去 我们简化了流程 首先可以去到房间安顿了 然后再用一个简单的二维码的形式 就是将相关的资料填寫的 除了我们本身营里提供一些基本设施之外 他们会额外提供一些娱乐 例如上午早餐的时间会送报纸 或者给一些网上的娱乐 一些小朋友会送一些玩具给他们 所以除了一般正常的饭菜的餐之外 我们会有一些宗教性的 例如清真餐 或者一些素食的餐 甚至可能有些人 那个喉咙会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是避免了这个疫情 我们也有些流测餐 例如粥这些去提供给他们 由于当前社区感染基数较大 不少感染人员未被收治 邓秉强表示 目前有超过20间酒店 愿意提供给特区政府作为隔离设施 未来特区政府将利用好这些资源 最主要就是要将一些清洁区 和污染区要分开 另外就是在制作食物 或者运送食物期间 我们也确保不会受到污染 还有那些垃圾处理 也跟一般的垃圾处理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未来的这些隔离的酒店设施 我们也会因应的情况 例如现在一些老人员 有些员工未染疫的 需要做一些弊环管理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的医护人员 或者一些内地下来的医护人员 如果要做一些弊环管理的话 我们也希望可以善用这些酒店 作为一些设施给他们用的 谈及近期社会上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恶意抹黑中央对港抗议支持 邓秉强表示 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整体社会秩序 更是违法的 首先我们要很感谢中央 在这么困难的时间 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 包括在一些物资上的支持 包括派遣很多抗疫的人员来帮忙 也是在我们香港援建了一些大型的社区设施 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血浓于水的感情 但是竟然还有少部分人 是不单止做一些行为影响我们的抗疫工作 还是尝试抹黑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我们觉得这些行为是不单止影响了我们整体社会 也都会是违法的 我们针对这些行为我们一定会守正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会采取执法行动 邓秉强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 特区政府展开了多次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 打击违反防疫规定行为 我们都见到有时是一些特别是假日 很多人在聚集在街头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抗疫工作是很大影响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一些劝语 甚至是必要时透过一些执法的行动 是令到市民不要违反这个限聚令去聚集的 另外也是就着一个口罩令 有些人有时还是不肯戴口罩的 那我们也是进行这个执法行动 另外就是一些的食店或者一些的场所 他们也是违反我们这个规定 是偷偷地在这儿做生意 或者聚集的人一起在这儿吃饭甚至娱乐 这个对于公共卫生的挑战也很大 危机也很大 所以我们警察同事也要采取一些执法行动 务求大众安全的保障 谈及疫情防控期间的经历 邓炳强谈言 此前因家人染疫 自己也需居家检疫 而结束检疫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前往中央援建的隔离设施视察 我其实是一离开了我的检疫 就第一时间就去看我们这个设施 去到我是很感动的 真是估不到我们在国家的帮助底下 真是能够在七日之内 是起好一个这么完备的设施 就是完成了一个 我认为是无可能完成的工作 亦都是可以说是在香港创造一个历史的 当被问及保安局未来的抗议部署 邓炳强表示 保安局接下来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 在河套里面 亦都是内地会援建了一个医院给我们 还有一个社区治疗设施 我们救护人员 如何去分流 如何将相关的合作 和相关由内地去管理的这些设施 互相配合 做好整体的治疗效果 我想这就是其中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们也要就着 如果做全民检测 所面对的工作和面对的挑战 要做好准备